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国外的汽车品牌除了德汽车,受到大众的青睐 日汽车也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到很大的比重 人游经济性好,汽车轻小,人性化 汽车配置勤权,保养费用低连是大家工人的日汽车优点 其实抛开民众观念来讲,日汽车性价比是很高的 而且在国内的销量也比较可观 于是很多人问,日汽车中的民族品牌封田、本田、日产 这三个品牌中质量最好的是哪一款呢 小编只能说各有各的优区点 具体还是要看买车人更偏重于哪一方面 封田车的造车技术非常保守,外观设计突破不大 很多其他汽车品牌已经淘汰的技术,它还在使用 但它的安全性能比较高,它是用整个车身去承载撞机的力度 所以发生交通事故事往往人没有事,车毁了 本田在技术和销量方面都领先于另外两个品牌 在配置方面也比较好 上车车型中有配置不同的变速箱 例如5AT平衡轴变速箱 8速双链和液体变速器 CTV变速器等 在动力方面也是能7秒破百 但是它的操控性和底盘数是差一点 而且本田车的资金少 产品限单一 没有重型越野车和大型轿车也CV 但它的发动机做得好这一点是无法反驳的 日产车在技术方面也比较保守 发动机配置比较单一 今天选用的是2.5升发动机 如果在这方面做出研究改造 相信销量还会继续上升 之前的讨论协计判 您的早前还可以重abe 本田轩储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声音乐 在红架原因